也好,欢迎收看2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二八事件75周年纪念仪式及追思纪念音乐会 28号上午在花莲和平广场悠扬月音当中揭开了序幕 县长徐中卫和受难者家属共同出席 献花纪念仪式英灵,而会中的气氛是庄严温馨 二八事件75周年纪念仪式及追思纪念音乐会 28号上午在太平洋公园和平广场举行 悠扬月圣当中解开序幕 县长徐中与受难家属共同出席 献花纪念仪式英灵,会中气氛庄严温馨 县长徐中卫,立委副坑齐市长魏家贤 县议员张美惠,魏家燕 以及市民代表韩丽梅都前来现场 二八关怀结会李市长郑一贤与社会士生 齐聚共同追思 要领着现场民众默哀,向受难家属致意 现在许专会恳切表达 用爱抚平伤痛,历史永存心中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的七十五周年 我想在当时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同时 如果是一父子,今年大概也是满七十五岁 而事件的当事人 我想就像清风之歌一样 大家会跟我们很多的 数十年的所有的国人 跟他们说 不用站在我的幕前 而我会守护着台湾的民主自由 它化为风,化为阳光,化为星辰 跟我们大家一起为台湾 自由的宝地来守护 也希望台湾是一个复兴 以及台湾是一个自由之岛 而无论政党的更迭 一样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 所有的自由 我想这是一个核心 也是一个真谛 在这里七十五周年 我们无论有长辈 无论有青壮代 也有我们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给我们以史为鉴 而让我们了解二十八这一天 七十五年前的状况 然而我相信以史为鉴 会让我们有更大更大的力量 来守护这块土地 在二十八纪念日 七十五周年的今天 坤其刚刚从台北赶回来 参加这个活动 接着下来 马上要赶去台北 昨天在嘉义县新港乡 为新港妈的起驾出巡 坤其去祈福 去点燃起驾炮 希望母娘的出巡 能为台湾疫情远离 让这块土地 能够有爱包容 以及安居乐业 在七十五年 在七十五年二十八事件的今天 我们让历史上的伤痕 要怎么样的能够愈合 跟让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记忆 让代代的儿孙 要记得 但是 更要像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点 太平洋兵 大山大水之间 这是花莲人的开阔 胸襟 让所有 对这块土地的爱 能够让所有的事情 能够记得 花莲二十八关华集会理事长 曾一仙表示 历史的洪流几千年几万年 二十八事件 才短短七十五年而已 而在七十五年之间 当时仅二十多岁年轻人 已经是白发苍苍 曾一仙表示 每一年都会在自我广场 举办二十八纪念仪式 最要感谢理由复困其的用心 将自有广场 美丽在地方 设置而把事件的纪念碑 以及和平中 更感谢现代许正位 延续这份 不仅具有历史性 纪念性 以及教育性 等多重一律的精神 陪伴当事人 或遗嘱相亲追尸 减薪受难家属 对该事件的伤痛 同时更能够在这块土地上 幸福和乐发展 记得继续观察不到